原标题 朱标死后 朱元璋为何不选有能力的朱弟 继承皇位在明朝初期 有一个下落不明的皇帝 他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 朱允文 本来应该是太子朱标即位 他无奈导致 朱元璋是一位 朱元璋只能重新选择继承人 那么朱元璋为何不选有能力的四子朱弟 而选孙子朱允文呢 我们先了解下朱元璋的那些合法继承人 朱元璋与马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分别是太子朱标 次子秦王朱沙 三子晋王朱刚 次子燕王朱弟 五子周王朱素 除了五子周王朱素 只对医学感兴趣之外 其他四个儿子都在朝堂之上有一定的建树 太子朱标性格温和 以仁代仁 经常替自己的兄弟说好话 深得朱元璋的喜爱与重用 认为是可诉之才 明史记载太子为人有爱 秦周朱王朱有过 折朝护之得反国 有告尽王义谋者 太子为替气轻 帝乃感悟 帝出辅兄子文正 子子李文中吉姆 应等为子 高后是如己出 帝或以事都过之 太子折告高后为未解 其人辞天性然也 次子秦王朱赏倒是一位有勇无谋的主 之前旅犯错误 要不是太子朱标说情 朱元璋说不上怎样处罚他 赦免后的朱赏 在侦罚叹翻中立下大功 而让朱元璋改变看法 而为以重任 手上的兵权就是最好的证明 展开全文三子晋王初纲 这个儿子也不是一个让朱元璋省心的孩子 性格骄纵 经常做一些违法乱纪之事 要不是太子朱标说情 估计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但后来改了性情 也得到朱元璋的重用 四子殿王朱赛可以说是 由勇有毛之人 立下的军功无数 因为殿王受封于北边 而多次的北征战士 让殿王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甚至可以与太子朱标比拼 这对于老毛深算的朱元璋来讲 却未必是件好事 藩王人气过高 会对太子朱标的地位造成威胁 我们了解后这四个皇子的情况之后 再来分析 朱标死后 朱元璋为何不选有能力的朱弟继承皇位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 名不正 言不顺 在古代在指定继承人时 一般是秉着立敌立长的原则 朱标是长子 成为太子 完全是理所应当之事 在朱标死后 自然要从朱标的儿子中选择 而朱允文作为皇长孙 自然也是最佳的顺位继承人 而朱弟是朱元璋的四子 即使不从孙子辈中选择继承人 从儿子中选择也落不到朱弟的头上 前面还有秦王朱赏和晋王朱刚 如果选择朱弟做太子 手握兵权的老二和老三 肯定不会同意 搞不好就会兄弟相残 正所谓名不正 言不顺 这就是为何不选朱弟做继承人的原因之一 其此 人尽其财 物尽其用 朱元璋作文天下后 可是下了血稳 开创了洪武支持稳定民生 同时又朝廷中央改革 清理权臣 废除丞相一职 使权力 其中话 可以说为子次肃清了明氏发展道路的阻碍 真的是用心良苦 明史记载 明太祖出一海内 仍元智 社中书省 宗礼积物 其官有成相 平章 左右成 参政 而立 库 礼 兵 行 公六尚书 为曹官 行之一记 折中书省 归其正于六部 遂涉四府官 战乱时期自然需要由勇有谋的人来打天下 而在朱元璋的治理下 已经不需要像朱弟这样勇猛之人 而是需要仁慈 心怀民生的人来治理 才能使经济与民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选择皇孙朱允文 无疑是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的最佳人选 所以 朱元璋笃定地选择了朱允文做继承人 只可惜他忽视了朱弟的野心 最后朱弟攻进皇城 朱允文下落不明 成为唯一的一个失踪皇帝 自己取而代之成为了第三任皇帝 不得不说 朱元璋打天下行 做天下也行 只是选择继承人的方面 就考虑不够重 全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